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 现在是2017年 2018年了 元月4号 今天是刚刚是左营区建南村 也就是国防部处心机率把它毁灭的最后一个眷村 本来是塑国景城的 现在被毁灭了 那这边是 刚刚是左营区海军建村 以前我介绍过 各位看过都知道 我介绍过陆战队 跆旋道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这个村子有个最大特色就是 我们这个村子的人集体练武 而且这个集体练武的核心正是在下 那时候我才十六七岁 十八岁高中十号 因为初恋嘛 所以我每天都穿着道服 记得道袋 如果有人要跟我比划的话 我们立刻就可以在当街就可以比划 当时就想说各门各派 因为他觉得说 当时我认为说实战武术嘛 我学这个武术的目的是干嘛 画圈秀腿表演吗 当然不是 就是要能实战嘛 那个这边不是军圈村吗 军人要学画圈秀腿干什么 当然是要在战场上能用嘛 这是我们从小就有的概念 你说那个挖人好了 挖人他潜水干什么 好看的吗 是表演的吗 都不是嘛 只有仪队跟乐队是军乐队是表演的嘛 所有的都是战技战斗技术 使用武术乃死人之术 因此我从学开始学柔道 学弹拳 学那个国术 这主要目的啊 学搏击啊 当时叫搏击啊 现在叫什么格斗啊 什么很多名称 什么MMAI什么的啊 当时我就认为说 一个完全武术 因为柔道已经建入一种运动 而不是一种武术 跋拳道也现在也逐步 循着柔道的那个轨迹去 尽量接近运动而不是武术 就是把危险性要降低 而武术就是制造危险性 简单讲 军人部队的目的就是要把对方摧毁 就是破坏 军人没有建设 就是破坏破坏破坏 武术是什么也就是破坏破坏破坏 只是不同程度的破坏而已 比如说你用擒拿 你擒住对方 只是说让他没有受伤 但他很疼痛 他屈服了 OK 就把他逮到了 可是在战场上 你没有那么多美国时间 去对付这些敌人 用擒拿把擒住干什么 除非他是将领 否则你就是直接重创 直接击毙 隔壁就是这样 武术就是这样 那我今天要讲一下 我常常可以看到有人 这个人挑战那个人 那个人挑战那个人 其实都不需要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 你就参加MMA 上那个Cage 到那个笼子里面 去跟人家打吧 不用在街头上跟人家挑战 这些东西都是很极其无聊 我年轻的时候 因为没有格斗 这个项目 那时候还没有开始 自由搏击都没有 连国术第一届 我们台湾举办的世界杯 国术比赛里面打 胡打 那很多前辈都在那边说 这胡打 我们看起来也是 也没有白鹤亮刺 也没有这么黑虎头金 月下偷逃什么都没有 就打 埋着头那个叫王八拳 有的人叫那个叫流氓拳 OK好 今天就要讲到这一点 刚讲到说 我像我这个后面这个 就是我以前的开的道馆 武馆的这个mark 就是后面这个飞梯 是我的图像 那我们在村子 所有的人 年轻人 几乎只要学武的人 衣服上都有这个mark 好像一个帮派一样 其实不是帮派 是我们在练武 在那个广场练武 而我就是带头人 我就是以我为中心 我就是总教头 那很多人都是以前 眷村里面混帮派的 他们就是以好勇斗狠出名的 可是跟我对打的时候 两下就被我刷的 又用脚刷的耳光 啪啪啪 臣服于我 年纪比我大的 臣服于我 年纪比我小 那当然更是看到 看到我们在笔画的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风采 他就知道 就跟我学 所以很多人跟我学 而且是这个村子 很多人 那竹坊不及被窄 因为他们现在很多人 还健在 所以我就 他们也改行了 开计程车干什么 跑船的什么的 那个我就不讲 我今天只讲两位 两位 那个 刚才讲那个 因为我们当时就讲 实战 你要打什么行 你要什么 那个都没有 都无济于事 如果你要练柔道的话 只是把人家摔倒就OK了 就一胜了 半胜就结束了 但是你看格斗是摔倒 再继续打 到地下也继续打 一直要对方屈服为止 或者昏倒 或者是无力还击 由裁判判定胜 因为已经无力还击了 像诸如此类 当时没有 那我们当时的练法 常常会找不同的人 不同的对象 不同的村子 甚至于跟别的地方的人交流 所谓的切磋就是 就是笔画 这是真打 但是 点到为止 所谓点到为止就是 你踢到他胸部的话 你不能踢得很重 不能使劲 那个足球那个大脚 踢过场那种大脚 那种力量 不能用那种力量 而是要点到 比如说点到他脸 他就知道OK 好了 脸上已经被人家画花了 那那就不用再 不用再比了 已经插人家好几节 人家搅得上你的脸了 你还没办法防 就表示你的sense里面 没有这一块 那你就插人家一大截 你要不就是跟他学 要不就是 以后就闭关自首 或者是干脆不要练 因为人上有人 天外有天 而练武的人 有的人讲说是天生贱命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跟人家对打 没有受伤 他自己每天在那边急破 练习打那个草靶 打什么的 手也是会破 也是会有外伤 那即使没有外伤 也要用药洗 药洗就是那个 所谓的盐武汤 就是活络筋骨的 那个功能类似红花油 就涂到那个东西 那个蛮昂贵的 喷在那边 常常要揉搓 每天要活血 要练习这个骨头的硬度 那常常会也会受伤 所以也常常会缠着沙布 什么 这是一种常态 就算你不跟人家格斗 也会受伤 自己练习也会受伤 所以人家讲说 他是一种贱命 其实不是 这就是储蓄能量 那我今天讲的两位 也都是我以前跟着我学过 一个比我大两岁 一个比我大概小两岁吧 这两个人都是一个蛮悲剧的 但是都是有名有姓的 我原来不想把他名字讲出来 但是因为最近有人跟我聊天的时候 透过我姐姐跟我聊天 我姐姐的小学同学 他比我大一岁 我1955年出生 他1954年出生的 他们的小学同学聊到说当兵的时候 他们都跑船嘛 这个海军卷程人都跑船嘛 他说他们当初在服海军役的时候 他们船上有一个 有一个有一个这个武林高手 就住在我们村子的人 叫做搞音 他打遍全船 各位 可能你听不懂 我讲一下什么叫打遍全船 以前海军的海军的人很多的时候 有海军士校 海军士校很多人都是鬼混的人 在船上 他们都是士官嘛 那你去你上船是一个水兵 是一个士兵 他会压你 他会用他的阶级来压你 要阶级服从嘛 怎么压你呢 你刚上船的人 他看你不顺眼的时候 就把你叫到某一个小小舱室里面 给你 大家围殴你 毒打你一顿 让你知道老大是我 我是一个士官 这个在海军以前当过兵的人 现在可能不敢了 也没有那么多船 也没那些鬼玩意儿了 以前就是这样 几乎所有的士官学校毕业的 都是一些混帮派的家伙了 你说他混帮派 他也不算帮派 他就是那种 我们在练武的人叫那种叫无赖 可是我们这位 搞耶先生 搞耶他的名字 本名叫周高贤 周高贤 就是很高低的高贤 贤人的贤 贤惠的贤 那因为他是浙江人 他爸都用浙江口音念他 搞耶搞耶就是高贤 直接叫他名字 我们就叫他搞耶 有的人写高丸的高 高爷 爷爷的爷 那都不重要 那他练过 他是东水毕业的 东港水产学校毕业的 大概很多 很多人都还认识他 他以前跟我学的时候 他就是力气比较大 但是技巧他差我太多了 所以他甘拜下风 拜我为师 那时候我才几岁 17岁18岁 还不到18岁 之前我讲过李小龙死的时候 我们在那边设香案 在在祭拜的时候 香案不是我设的 可是祖祭的人是我 因为他们把我 因为教头嘛 总教头拉出来 来你带带你你领贤 我是祖祭者 当时我是祖祭者 当时我还不到18岁 将近18岁 刚讲的那位搞爷 他打遍全船无敌手 就是人家想要看他不顺眼 来打嘛 我们把阶级拔掉嘛 我们现在这个 不管是在船上哪里 或在陆地上哪里 我们来打吧 就是拔街嘛 拔街 拔街较量嘛 就打 所以打遍全船无敌手 没有人他的长官 就是他那些士官 管他的人 也不敢管他 这位搞爷先生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他的那个同船的人 到现在还记得他 我在讲第二个人好了 第二个人叫刘胜国 我们叫他沈国 是因为他爸爸 这样叫他沈国 这个刘胜国先生呢 比如小两岁 他那个冬水好像没毕业吧 好像还是毕业 我不知道反正 因为我们村子的人 都是善于游泳 所以当兵的时候 都会被选兵的时候 都会选到海军爆破队 当时两栖侦察连 陆战队两栖侦察连 好像还没有 还是刚开始 或怎么样我不知道 但是海军爆破队 都到习米军的中心去抓人 一抓就抓到他 那他在受训的时候 人都很开朗 因为我们这个村子的人 都善于游泳嘛 运动都是健将 而且他有练过这个跆拳道 他当兵的过程都很顺利 那个什么魔鬼州什么的 他就是爆破队队员嘛 如果是海军爆破队 服过役的 可以去查名册 刘胜国 现在这位先生 现在海军总院的 也就是左营国军医院的精神科 监禁在那边 他在当完兵 完了之后 他学习开那个货柜 驾驶货柜 连接车 他开货柜 因为我们眷称的人 如果不跑船在陆地上 都是找这些 比较容易赚到比较多钱的人 大家都有这个想望嘛 结果他有一次开车子的时候 在中华路上面 一个分支路上面 下班时间压死一个女的 这个事情以前报纸灯很大 那因为当时报纸灯很大 说他想逃逸啊等等等等 然后再来就是说 因为他家没有钱 所以民事部分没有和解 没有赔钱 他家没有钱赔 所以他判得很重的刑 说他是业务过失 蓄意杀人等等等 所以他判得非常重的刑 不知道是几十年吧 还是多久 我现在记不起了 反正因为我那时候 他被关的时候我还不知道 我忙于工作 忙于事业 所以没有太多参与这事情 一直到被他假释放出来的时候 就发现他这个人开始有点痴呆了 遇到人 因为他找不到工作 所以常常站在这条路上面 看着人人家很害怕他 觉得他眼神很恐怖 但是因为我们从小一起生活 所以我对他没有恐惧感 而且就算他一旦发作 精神病发作的话 我可能还有办法制住他 当时我是这样想的 但我跟他打招呼 在村子里面极少人跟他打招呼 我跟他打招呼 还跟他讲了几句话 可是他非常冷漠 我以前也不知道 我只听人家讲 他开始精神有点问题了 他假释出来之后没有工作 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之后他开始出现幻听 什么这些现象 结果最后他是因为 他已经假释出来之后 长期没有工作 也接受到低收入户的补助 但是后来因为他隔壁的一个 一个长辈 那个长辈是从小看他长大的人 因为他幻听还是怎么样 他认为那个人在骂他 结果过去之后 挤脚就把那个人踢死了 踢死了 那个人是一个士官长退役人 这在我们村子算是一个悲剧 一个邻居的晚辈 把一个长辈给踢死了 那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我觉得很难过 后来他因为他也没有陪 而且因为他是蜥蜴杀人 所以又被关起来了 这个关了两次之后 出来之后就完全疯了 就完全不能够控制 虽然他的身体还勉强 没有在锻炼了 身体还可以 但是已经不是一个正常人了 完全不是一个正常人了 那这时候因为我工作的关系 所以我也很少那个 一直到不久前 我才听人家讲说 他的故事 他的故事是蛮悲催的 他因为在报复队学过这个特殊技能 所以什么炸弹 什么TNT 什么潜水 这个是在我们除了炸弹部分 武器部分 我们这村子的人 这不算common sense之外 游泳潜水 这个在我们这村子common sense 人人都会 只要你不是残障的年轻人 简单讲这样子 那他学过这个之后 他又会开连接车 但是因为他练过这个练过功夫 他在监狱里面 监狱里面那些耍老大的人 想要说想要欺负他 他二话不讲 他只要感觉到有一点点气愤 说有人想要对他不利的时候 他就用战斗知识准备了 然后那些那些所谓的那个那个老大 他当然不会先出马了 都要找他楼楼过去挑衅嘛 所有跟他挑衅的人 他全部都是直接打 而且是死命的打 因为他认为在 听说在监狱里面 如果你不死命打的话 你就没机会了 所以他从来没有 而且他判刑很重嘛 他是重刑犯 杀人犯嘛 他死命打 结果打了之后 那个院方就找那个医官给他判定 说他有暴力倾向 把他关在单独的一间那个牢房 因为你想想看 你今天好 你打了人之后 你七八个人住在一间牢房里面 人家晚上他就在你睡着的时候 他就会暗算 因此他晚上都没睡觉 打坐 打坐也是我们以前 年轻的时候练的一个功夫 打坐 你晚上打坐 你白天要去劳动啊 所以精神就不济 所以他就慢慢的 逐渐的他就 就变成越来越暴力 越来越那个 而且他不信宗教 在监狱里面 就是打出了名了 变成 关成一个单独的一间 小的那个牢房里面 就关出神经病来了 他家人也没去看他 然后他也没有精神的那个 当然也没有什么心理辅导之后 他出来之后 就精神病 那第一次出来就有精神病 所以又把邻居打死了之后 又关了一次 那两次之后 就正式判定他是一个重度的精神病患 现在人还在那个海军 国军医院的那个精神病 精神病房 简单讲就是一种软性的无期徒刑了 这都是学武的一个悲剧 刚刚讲那个高贤 周高贤 他最后是因为在船上当那个火尾的时候 有一次去采购 说好像是要买生日礼物还是怎么样吧 在基隆那个火 要过火车铁道的时候 不知道精神恍惚还是什么 被火车压死了 这都是我的童年玩伴 这两位都是蛮悲催的结果 但是仍然认识他的人 认识他们的人都知道 他们都是辞到高手 而且都是真正能打的 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十七八岁的时候 因此我不出来浅漏 教过这么多人将近百个人 之后我在19岁的时候 我开了第一次开了一个道馆 当时我先凶一直反对说 我这个不出来浅漏 好为人师等等 我的道馆就开在重拾新春的社区活动中心 现在被拆掉了 我有影片介绍 我在还没拆之前跟拆了之后 我都有影片录影 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 这些都是斑斑写类似 以上吴宗诚跟各位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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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